在我们的世界中,思想是如何转化为实相的? 首先,我们会通过意识在多种可能发生的未来实相中选择一种去优先经历, 然后依据我们投入其中的能量多少, 与这个实相生成所需的能量总值进行交换,让实相显现。 最后,我们去体验这个我们通过意识构建出来的实相, 并决定维持这个实相多久。 下边,我来把这个翻译成我们的日常生活,帮助大家理解。 首先,意识显现成实相,不是阿拉丁神灯般的出现, 这个期待与认知是错误的。 当你头脑中,因为某种原因起心动念,出现了一种体验可求时, 你会预先思考,你在众多的可能性中最想得到哪个具体品种, 可能是伴侣,物品,生活品质,外在气质或相貌。 然后,你会预估,获取这个所需交换出的能量总值, 是否你真心愿意并拥有。 这里的能量包括, 时间能,物质能,金钱或物品,动能,劳作,意识能,爱,恨,情,思想,沟通。 这些能量或一次性释放,或慢慢积累,或之后补偿, 总之要遵守能量守恒定律来显现出你的意识。 例一,梦想的家园或汽车,你的家所在的环境,内部的颜色与装潢, 给自己与他人的使用体验,其清洁程度和完好程度。 都是你首先通过意识去筛选构建出来, 并逐步按照自己的意愿用能量去交换得到的。 当然,如果你的能量储备与获取能力都比较低, 而梦想又超高, 那么显化梦想的过程就会变得漫长。 而你投入能量的速度,也决定了你显化的速度。 例二,你想要显化一个完美的伴侣在自己的生活中, 你同样需要用这个完美伴侣所承载的相同能量去交换。 体型、容貌、性格、学识、知见、信仰, 以拥有财富,未来可拥有财富, 胜于寿命、生育能力、 陪伴时长、陪伴独占可能等综合价值的体现。 很多人在显化前只注重某几个特定因素, 其他组成特性点了随机分配, 而开始体验后又发现, 那些随机特性与自己默认数值差距过大, 便想要停止显化。 经历去显化的过程, 同样也要付出相等的去显化能量进行交换。 第三,改变自己的姓名、姓别、容貌、性格 都是可以按照你渴望的意愿发生的, 只是你渴望的强烈程度决定了 你愿意用多少你可支配的能量去显化它。 变性、整容、学习、嫁人、改性更名等等。 这就是意识思想、自由意识、平行时空选择 显化和去显化的简单讲解。 今天点党所在这些毕竞的相机你知道的 不是应该怎么能匙识的。 我们可以评定结果以来 谢谢观看